这是一片被深沉厚重的奇辱文化 润泽的土地 这是一片点缀着柳色河香 湖光山色的土地 有一座学府在这片沃土上成长 他教人以砖石草木唱颂多姿多彩的立体诗歌 寿人以奇思妙想 实现充满灵性的安居梦想 55年的时光 折之为林 置风沐雨 呼写了一片片浓墨重彩的绚丽诗章 1956年 山东建筑大学的前身 国家城市建设部济南城市建设工程学校诞生了 半个多世纪的光荣历程 历代建大人甘苦备偿 始至不渝 目前 学校占地2500余亩 校舍面积70余万平米 专任教师1300余人 拥有双聘院士 泰山学者和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10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5人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5人 设有15个教学院部 48个本科专业 52个硕士点 11个专业学位培养领域 全日制在校生2.3万人 现已成长为一所以工为主 以土木建筑类专业为特色 多学科交叉渗透 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教学是立校之本 学校高度重视教学工作 强化建设 规范管理 深入实施 质量工程 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4个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 精品课程3门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门 国家级教学成果2等奖1项 国家级教学名师1人 6个图建专业 全部通过了国家专业评估或复评 逃离不言 下次成熙 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广受赞誉 招生持续火热 就业率连年位居全省高校前茅 被评为全国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先进单位 2007年 学校以优秀成绩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科研是强效之机 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优化结构 凝炼方向 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技术实验室 获批为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建有11个省级重点学科和实验室 5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个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今年来 学校累计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357项 科研经费总额达2.2亿元 发表学术论文7100余篇 三大检索收入600余篇 出版专注教材380余部 获专利授权170余项 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37项 2010年 太阳能和浅层地热能 在建筑中利用的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服务是新校之路 学校坚持以服务求支持 以贡献促发展 深入实施服务山东建设事业行动方案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40余项 400余项成果实现转化和推广 主持和参与制定30余部 国家及省相关行业的规范标准 建成国内第一座数值买管地缘热泵空调系统 第一座太阳能综合利用学生公寓 完成世界上最重建筑物平移工程 承担济南奥体中心 圆博园等20余项省市重点工程的项目管理 为区域经济 特别是建设事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文化是力孝之魂 55年的魔力赋予山东建筑大学 一种质朴而深邃的精神品格 这种品格就是建大人 始至不渝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是故本求心 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 是精益求精 质量至上的求是精神 是精事致用 造福丧子的奉献精神 今天 在钟灵玉秀的雪山脚下 在跋涉35公里整体一居静大的老别墅里 在古朴圆珍的凤凰公馆和海草房里 在诸子先贤 城朴睿智的谋光中 在明师云集 大驾避智的筑基讲坛上 在和平 进步 自由的浮雕壁画上 我们听到的正是建大人 对大学精神的执着坚守 看到的正是建大人 对兴业报国责任的无感担当 砥砺沧桑半世纪 春潮涌动 普华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指明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山东 黄澜两大国家战略的推进实施 为高校搭建了大有可为的服务品牌 2010年7月 学校第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为今后的长远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学校将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 开放发展 和学发展之路 深入实施 质量提升 学科引领 人才建设和管理创新工程 历经图治 锐意进取 加快建设 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 努力为山东经济文化强盛建设 做出新的更大固献